它具有了分导技术还有隐身功能 但是显然现在伊朗的零星3没有这个功能 那么仍然把它打下了 打下了以后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演习啊 就是尖尔导弹和其他美国的 现在的这些包括埃古斯三型 包括其他导弹防御系统 它有一个协调配合 就是说在这种包括绿松 以色列的绿松这样一个地基的早期预警啊 这些雷达系统和美国的雷达系统 那么在拦截同样性或者飞毛腿 或者流行同样性的导弹 能不能达到这样一项目 我觉得这次实弹实弹这个演习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是实弹的话 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担心打不着 所以这是不是它不可秘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在美国 好几次这个反导那个试验 不是都失败了吗 对 因为它这一次呢 其实还有我不知道就是欧洲的舰队 欧洲的军方人员有没有参加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奥巴马这个决定 取消在波兰和这个捷克部署这个地基中段拦截弹 而且转步在转型叫着陆基的这个S 就标准三将来上路在2015年 那么这一次标准三也来了 只不过在舰上 它是用的这个S波段的这个雷达 然后还有绿松的L波段的雷达 还有X波段的雷达 那么它这等于说是为将来在2015年 部署到整个欧洲的这个反导系统做一次连条 同时也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 一个展示一样 所以也有消息说 它可能这次美国X3 演习完以后就留给以色列了 就不带走了 你看啊 所有的这个反导的大集合 刚才两位谈到 都集中在以色列这块 所以呢 从演习还没开始的时候 这个外界的很多媒体发现说 这次演习就是针对伊朗的 您分析没想听 我觉得就是针对伊朗的 您觉得就是针对伊朗的 对 尽管美国否认 其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们知道这个杜松眼镜蛇演习 它是从01年开始两年举行一次 是例行的演习 这个演习演习的 从一开始就是演习 弹道导弹的防卫系统 那么从一开始 它的针对性就很强 我记得01年在阿拉伯国家 有一种反美反语的 情绪高涨的时候 这个演习开始的时候 它明确的目标就是 阿拉伯部队对以色列侵略的时候 对以色列发射导弹 那么它没以怎么合作 怎么防御这些导弹 那么在第一次演习当中 当时其实就有报道 就是有针对当时 伊拉克萨达姆这一面 我们知道03年 伊拉克战争把萨达姆推翻了 从2003年以后两年的 这个演习当中 其实每一次演习 都有针对现在伊朗 发展导弹技术 甚至发展核计划 这样一个背景 而且我们知道伊朗 又是当今所谓 最大的中东导弹库 不管它的导弹的质量如何 但是至少它的数量很庞大 所以这个演习 显然是针对这样一个 如果是针对伊朗的话 这里面有没有 就是美国安抚以色列的 这个目的在里面 是有 因为以色列实际上在 今天早上 很缺乏安全感 对 在那个内塔尼亚胡 跟这个奥巴马上任之后 他去了一趟美国 跟这个奥巴马专门说过 就是说如果年底之前 一场幅